是昨天在嘉义市所发生的一名女继承车司机 清晨载客夜中遭劫 而且呢自己呢还遭到了刺伤了颈部心脏一共六刀 那么紧急送医人士命违 而就在稍早时刻警方已经逮捕到了Janny的电视视线 清晨五点多继承车的驾驶座车门敞开 女司机有半个身子都在大马路上拖行 后座的歹徒劫车开门砍伤女驾驶后把人给丢在路边 女司机身中两刀 忍痛拔掉胸口的长刀 腹伤走到路边 血流不止 最后她痛到跪坐倒地 受伤还握着关键的胸刀 救护车赶到现场 女司机已经失血过多 紧急送医急救 还在跟死神拔河 女司机以为声音上门 不料却再到恐怖客 这样被歹徒劫走的计程车在嘉义线六脚巷的偏僻田里找到了 右边车灯撞毁 轮胎也爆胎 警方研判 歹徒劫车后不小心撞坏车子才会骑车逃逸 但计程车上的现金都没有短少 歹徒不畏裁 犯案的动机令人起疑 刺杀了两刀 一刀是在颈部 一刀是在胸部 并抢走他的计程车 在那边喊救命吗 被害人在那边喊救命而已 重委女司机被丢包的现场 就在距离监理所短短挤步入的距离 女司机被丢下的地点还留有大片血迹 而歹徒当时用一把长约30公分的神韵骗刀 先砍了女司机的后颈 不顾女司机挣扎 又朝着他的左胸狠刺了一刀 心情很痛苦 心情很痛苦 这种情况都算得很不错 过年是小孩 你这时到我回来看不见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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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叔祖旁边过后就把你压住了 一个开车 开车说开车 开车车 要跟你怎么做 一天啊 趟了没有多少压住了 这 要挖筷子 要挖筷子 我们资就好了 起方调查 这名被砍的女司机 平常都在嘉义市的火车站前排班 年近60岁 有一名交往中的男友 但意外发生后一直无法取得联系 恐怖的计程车凶杀案 排除财杀的可能是情杀还是另有引擎 要等重伤的女司机脱离险境后 才能让案情水落石出 记者和公安排入爱尊小组 嘉义博德